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你好 借车你快递哦 哦 谢谢 这应该是我的 成绩吧 那我来看吧 哇 我通过了 哇 恭喜你哦 恭喜你 谢谢 大家好 我叫许佑珍 来自印度尼西亚 我的梦想是相当一名韩语老师 中国是我事先梦想最好的地方 目前我是南昌大学的学生 汉语文学专业 小时候一直偶然的机会 借助到中文歌曲 从此我就爱上听中文歌了 那些旋律和歌词 总是那么动人 让我深深着迷 于是我开始学中文 希望有一天 能够真正理解 这些美妙的歌词 还要多久 我才能在你身边 等到放心的那天 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 鲁漫漫其秀愿兮 不讲上下而久说 绝处的学习并不容易 我花了很多时间写汉字和练习发音 尽管如此 每当我能听懂一句个字时 那种针灸感和细语感 都让我发自内心的开心 这种对中文的热爱和追究 让我萌生了一个新的念头 那就是成为一名中文老师 把这门语言的美丽 传递给更多的人 宝剑蜂蜂蜂蜜 美花香刺苦汉来 为了追逐这个梦想 我决定来中国留学 这是我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在留学期间 我不仅算出于语言学习 还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 我去了很多地方 北京、上海、江苏、海南等 每个地方都有新的故事 我也参加了很多比赛 比如汉语教学比赛 松读大赛、社评录者比赛等 中国有句古话 世上无难时只要啃探等 通过我的努力 我也获得了一些荣誉 这也是对我努力的肯定 后来我开始尝试教授 我一个同学中文 这也让我更加讲定了 成为中文老师的倔先和信心 我发现 每当看到学生们在我的帮助下 取得进步时 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是无法允许的 我的最猛之路 充满了挑战与机遇 每一步都是一次成长与推变 未来我希望能够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想世界各地的学生 传播中文的美与美丽 我相信 只要见舍不屑 奉向一定会实现